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CCTV直播王毅迪主机伊藤美城 身影杀货留下遗憾,刘国梁真狠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来聊一聊国拼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目前视频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 国拼重将士在各个项目中都是全信飘红 展现去了国拼在世界拼谈的霸主地位 刘国梁直到本次也是润筹帷幄 挑选了国拼众多年轻小将独挑大梁 同时也是为冲击三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做准备 刚开始,马龙许心、刘诗文等众多攻选老将 意外缺席,很多球迷感到无法理解 害怕了国拼在本次视频赛遭入困境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刘国梁直到真的是太牛了 这次是下了狠手 不想给日本队啊任何的机会 那么首先 在南拼方面 这个日本南单啊已经传军覆没 刘国梁挑选的五名南队的球员啊 只是周启豪的表现啊 无法令球员满意 那么另外四名球员 以樊正东作为领军人物啊 展现去了强大的实力 说明了刘国梁直到确实啊 眼光独到 那么在女拼方面呢 更加是捷报频传 目前为止啊 女队的五名队员都已经成功停进了女担八强 那么明天呢将会是最为关键的一天 因为明天呢 第一个国拼女队的两名球员 陈梦和王毅迪都将会迎战日本女队的球员 目前呢 这个日本女队还只剩下两名球员 禁于四分之一决赛 分别是伊藤梅成和石川家群 如果说在明天的两场交点大战上面 国拼女队 王毅迪和陈梦能够完成重任的话 那么呢 国拼女队将会掃清 本次女单比赛中的最大阻碍 将非常有希望包揽女单比赛的情势强 那么在明天呢 早些时候 CCTV将会现场直播了 王毅迪主击伊藤梅成 这也是啊 目前为止啊 最受关键的一场比赛 众所周知 对于国拼女队而言 最大的竞争对手 莫过于伊藤梅成 那么呢 在四分之一决赛上面 将会由王毅迪 宣以兴开始阻击伊藤梅成 虽然说 这个伊藤梅成啊 个人实力 排名世界第三 但是呢 王毅迪也有他的过人之趣 众所周知啊 在以往的交战记录中啊 王毅迪 胜率啊 软软要高于伊藤梅成 因此啊 很多球迷 也把王毅迪 称为伊藤梅成的大克星 那么因此啊 在明天的比赛中 很多球迷期待着啊 王毅迪能够 展现去国拼女队的风采 对于伊藤梅成的 这场关键之战啊 千万不要让球迷失望 那么同时啊 王毅迪和陈信同 相当于也是占据了 刘诗文的参赛名额 那么 很多球迷也希望啊 王毅迪能够不辜负 世界刘诗文的期待 能够啊 立错 伊藤梅成 这样啊 让国拼女单 彻底的失去了啊 进军半决赛和决赛的机会 那么如果说了 在明天 陈牧和王毅迪都能够战胜 各自的对手的话 那么国拼呢 将会有四名球员了 进入半决赛 因为明天啊 女单方面还有一场内战 就是王毅迪和陈信同的比赛 如果说 像后面的比赛 王毅迪真的能够成功 阻击伊藤梅成的话 那么对于小魔王 身影杀而已呢 很有可能会留下遗憾 众所周知啊 在东交路会议上面 身影杀 立错 伊藤梅成 带领国拼女队啊 大获传胜 那么因此啊 身影杀在球迷心目中啊 也经历了很高的威望 很多球迷啊 希望身影杀 在本次视频赛上面 能够再次迎战伊藤梅成 大家啊 想再看一看啊 身影杀 是否能够将伊藤梅成 再次打扑 但是从目前的 排便布阵来看的话 这个伊藤梅成 很有可能啊 碰不到身影杀了 那么也许啊 会止步四分之一决赛 那么因此啊 身影杀 很有可能会留下遗憾 但是呢 身影杀 还是非常有希望 去冲击 女单的冠军 这个刘国梁知道啊 真的是非常的有魄力 全面的启用年轻队员 那么而且这些年轻队员啊 这个自信心非常的强大 那么目前为止啊 参赛的十名队员中 只有周祈豪的表现不尽人意 另外几名队员啊 都展现去了 强大的个人实力 我们也期待了啊 后面的比赛 国拼了 亿万能够传心飘哄 球迷朋友们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 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